我们都到了该工作的年纪了 他却还是沉寂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我说到他也不听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游戏也是我的兴趣爱好 平时我也从事一些与游戏相关的职业 但是他特别不能理解我 总向我泼冷水 他平时特别的强势 对我要求也特别多 甚至平时出门的时候 需要化妆才跟我一起出门 这让我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他平时都不知道照顾我 有一次回去和他见家长 我身体那天特别不舒服 然后他连一杯红汤水都不给我起 还和家长数落我 我觉得特别的委屈 不管是现实和网络 他一点都不会控制和异性的距离 我说过他很多遍了 他却还是不听 这一点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他平时就是太敏感了 其实我和异性朋友什么关系都没有 但他总拿这件事情跟我闹分手 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碧 23岁来自哈尔滨销售 有请小碧 有嘉宾小随 21岁来自哈尔滨自由之夜 有请小随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啊 我们大概谈了一年多了 听说过去两位这个在网上都很上瘾是吧 以前是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大概是在两年前 那时候上大学 那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在网上玩英雄联盟 比我游戏打得比较好 之后他就加我好友 之后之后加微信就聊一聊 反正一起玩了几个月就觉得相互都挺合适的 通过游戏认识的 对 通过游戏认识的 今天为什么来呢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 就输入现实生活了 就他却还在沉迷游戏 我大就是喜欢打游戏 然后可能喜欢网络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在网络上做一些就是兼职啊 设计啊这种 但是他却特别不能理解 你的意思是说 你在网上实际是在做兼职是吧 对 我在网上也有工作 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大半夜 是吧 两三点 那还不能玩游戏呢 能要工作吗 我喜欢打游戏 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 就是因为游戏嘛 就是我喜欢打游戏 那现在不都过了打游戏的年纪了吗 那你还能像以前 我打游戏也能赚点外快什么的 也不能就是单纯的就 就是玩 而且我是喜欢玩这个游戏 那你说你到底是工作呢 你还是玩游戏呢 你们俩现在除了打游戏这件 这不爱好吗 你们俩除了打游戏这件事 争执不下 还有什么事 是你们俩有冲突有矛盾的 他有的时候就 他特别的 想法就是不同 我们俩想法就特别 你们俩想法不同 对 然后就表现得很幼稚 什么事情吧 就是跟我想的就不太一样 你举个例子 之前我们一起出去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 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他就是在那玩手机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然后朋友跟他说什么 不搭理 然后走的时候 我先打声招呼吧 也不搭理人家 你说你不喜欢人家可以 但是你不能当着面 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最主要他那是啥朋友 他那朋友也不是什么好朋友 你是怎么判定 这些人不是好朋友的呢 就不能给他正确的引导啊 跟他在一起 得不到什么正确的价值观 你像哪有好朋友 你说半夜12点钟 来家里非要好多出去玩这种 那是好朋友吗 他半夜他要一个人来 那也就算了 他也得带一堆男的来 你们俩现在生活方式 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这意思吧 对 就是他是正常上班 然后我可能就是在家里 可能接触网络比较多吧 他就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 他就是不务正业 而且当时我是先时 我是在哈尔滨工作的 他是说他在天津 已经有就是稳定的工作了 让我来一起陪他 然后就一起好好上进努力 当时是这么够说的 之后我和哈尔滨工作 我就放弃辞职了 之后又来到天津 结果来到天津之后 我发现就事实并不是这样 是吧 他就今天就打游戏 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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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不干 我这是工作啊 不是你是游戏带恋是吧 就是游戏上一些 就是一起打游戏啊 也赚钱啊 或者是就是网络啊 淘宝啊 你能是赚什么钱啊 你赚那点钱 还不够你买衣服的呢 你知道吗 他打游戏他都入魔了 就买那种就是游戏里面 跟那个游戏人物 一样的衣服 一样的衣服 就Cosplay 玩之后 角色扮演 之后啊 还老的带我去参加 一些什么聚会什么的 玩之后让我 戴着特别奇怪的帽子 穿什么燕尾服 在大街上 跟他去参加什么聚会 我根本一点都不喜欢 这种东西 但是说我打个游戏 然后就喜欢里面游戏 人物 觉得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 他就是不是很理解 我不是不太理解 我是觉得已经过了 就是玩游戏那个年纪了 你是觉得玩游戏是在一定 年龄下才玩的 到了一定年龄 应该干其他的事了 是这意思吧 就是因为如果两个人 想一起在往下走呀 这句话 就要想一些现实一点的东西 就不能再老沉迷于网络 你说那我们怎么还往下走 是吧 明白 我就觉得可能我的生活吧 他觉得就是不太现实 不太靠谱 但是呢 我就觉得我的生活 就是挺好的 因为我有这个兴趣爱好 然后我每天就是 可能觉得也挺轻松的 可能我是就是 也不太想出去这样子 然后觉得在家轻轻松松 然后还能跟自己 兴趣爱好打交道 然后也是想长久地考虑 这种方面 你是认为你一辈子 都可以以此为生 是这意思吧 也不是 还是说这个阶段我就这样 对 就这个阶段 我感觉我还挺年轻的 我就是 但是这个阶段 你也不能这样了呀 我已经在工作了 那你天天晚上 你玩游戏你玩了两三点 玩出声音那么大是吧 我明天第二天早上 我早上要起来上班的 玩之后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早上哪有状态 去好好上班啊 我没有声音很大 你是不是没有声音很大 对 楼下的确实挺不见的 我都会控制自己音量 就不像他说的那种 会打扰到你我觉得 我想这个打不打扰 并不是一个重点 它的重点来自于说 女生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是更多的是 以网络游戏为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里面女生说 我不仅仅是玩 玩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还围绕这个 可能它延伸的一些产业链 我可能还在里面 去挣一些钱 还有一个就是 在网络游戏里面 找到了自己的喜好 角色扮演 这个现在比较流行嘛 这个叫二次元是吧 说很多人生活在 二次元的世界里 是就动画 动漫 游戏的世界里 就是 这大概是你认为 你这个阶段的生活方式 是这样的 对吧 男生是觉得 到了这个岁数了 对吧 咱们得现实了 对吧 你不能再这样了 是不是这意思 当时来的时候都说得好好的 来这之后 你说你突然天天 你就是知道玩游戏 也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就是我们俩过年 这次过年回家 那时候刚下火车 就大冬天呢 特别地冷 大家呢 然后早上肚子特别地疼 然后我现在就回家躺一会儿嘛 你说你就不应该 就是照顾一下我嘛 然后他朋友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立马就走了 就把我一个人扔家了 我跟他过年回家 我一个人 行 看起来没什么大毛病 大冲突 但是每一个 如果你要给他们 仔细说说的话 还得有说到 我们先看男生的抱怨 好不好 男生觉得女生不够成熟 没有对未来考虑 最重点的是 完全把自己的生活 放在了游戏的世界里 对吧 这是第一个不满 对吧 好像看起来 这个不满很重 说了很多 很重 但是我发现 有一个他认为 更加不好的地方 你是觉得这个 女生跟他朋友关系 比跟你近 对不对 包括他提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晚上12点钟 到他们家里来找他 还有很多异性朋友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你对他两个 最不满意的 是不是 这都不算最不满意 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最不满意的就是 他现实中的朋友 行 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从小都是同学是吧 我可以就理解你们了 行吧 这我都理解你了 但是他网上的那些 我实在是就有点 触及到我的底线了 我天天辛苦上班回来了 这家伙 跟着话玩游戏 跟着感情里名 玩着跟着唠嗑 我回家了跟着坐着 哎呀妈呀 跟着坐着看都不再看我一眼的 玩之后就跟着 一直玩游戏 玩两三个小时 我哪儿坐两三个小时 他都不再看我一眼的 也就是说 特别严重的那种 没有 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 而且这都不算啥 你说你一个网上玩 你就说 我们只是网络上的 那也行 这家伙东西都由我们家里来了 那有一堆好吃的 吃这那的 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牙牌 什么黑霞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都会吃了 都让你吃了吗 但是我觉得吧 那我看他放那 我看你们也不吃 那我就吃了呗 你不是浪费了吗 这个逻辑有意思 网络这个东西嘛 他就是应该就是 有一大堆朋友啊什么 他就是觉得 那你那已经超出 正常朋友的界限了呀 不是 我们也不 那你一天 你跟他捞嗑时间 你说你比跟我 捞嗑时间都长 那正常吗 那我不是就有这兴趣爱好吗 你这是兴趣爱好我 还是啥呀 别别别 别吵了 我给你直接翻译一下吧 你还记得两年前吗 记得 我们在网络里面 我也是你的普通朋友 后来我们俩不就在一起了吗 那不一样吗 你再看看今天 那不一样吗 你再看看今天 你在网上跟那些男的 还是用我们交往时候 那样的方式在交往 更可怕的是 东西都来了 你还敢吃啊 不怕有毒啊 你也是 真是 更可怕的是东西也来了 你让我情何以堪 这大概是他的心理话 是吧 行就别说了 你要受不了你就走 又不想走 又在这儿说 对吧 两个人还吵 我们把这个事情 摊在这儿就行了 一会儿你们听老师 怎么帮你们分析啊 女生是觉得 男生不够成熟 幼稚 对吧 她大概给男生 几条罪状很清晰地 摆在这儿 对吧 第一 不知道怎么关心你 对吧 胜利期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照顾你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你认为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小问题 大问题是她不理解你 对吧 她不理解你是 不理解你交朋友的方式 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也挺难过的 是这个意思吧 挺不懂事的 那我想问问态度啊 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是想跟她说说 还是想分手 如果她再继续这样下去 就我就觉得我们 就走不下去了 行 女生呢 我就觉得吧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 没有到这种分手的那种 你还想跟她走 对 但是她的要求 你又做不到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说做不到 就是有些我们都 别这么逼着对方 对吧 你多理解我一下 然后呢 我也就是 也多理解你一下 不会说再玩得那么晚了 然后 行 听明白了 你不想分手 对 但是她的要求 你觉得太高 对 能不能降点要求 对 因为你心里还有她 是不是意思 对 好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面对这么多的这个冲突啊 我们一起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国公秀 你女朋友说 她对网络游戏 只是爱好 她是不是 晚上下不了线 白天起不了床的那种 对 我们说 玩网络游戏 如果适度 那是放松心情 但过度了 有时候真是在放纵生命 这一点 她说的 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而且在这一点上 我为男生点赞 她现在明白 自己已经走上社会了 自己要什么 该干什么 所以她没有继续游戏人生 但是 你呢 情况有点不同 原来两个人说好 一起共同奋斗 结果她来了以后 她单打赌斗 这不是她幼稚 我认为 你显得有一点幼稚 你刚才说 我确实 我也在工作 我做网络兼职 网络兼职 当然也是工作 但网络兼职 它很容易 让你的网营 更加的沉溺 因为网络兼职 和网络游戏 它都是像蜘蛛亚 挂在网上的 那么你又是在家里工作 旁边没有人制约你 没有人监督你 那么网络兼职 和网络游戏 你可以不停地调换频道 所以你男朋友担心的是 你这样下去 会更加沉溺于网影 甚至在网影当中迷失了自我 而且这样的一种网影 你再继续下去 不但迷失自我 你一定会失去它的 好 谢谢伯鹤秀 来 我们听听陈老师怎么说 我觉得你是在 你的自己的梦想当中 去翱翔 去畅游 可能我觉得对你来说 有点刺激 会觉得特别地过瘾 但是我觉得现实还是现实 你得接点地气 还有小伙子 我觉得这时候得靠你 你得找出你们俩之间 能不能有一个 共同的事情可以做 你得分担他的注意 你得把他拽回来 让他有现实的感觉 爱是什么 是暖的 是温暖的 你们俩牵着手的时候 是有温度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得感受 在不同温度下的爱情生活 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 好 来 夏达老师 二位好啊 我觉得你俩其实在 有一个问题上特别地相配 就是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 两个人其实有一个 共同问题就是 都没太把对方放在 自己的心上 反而爱自己爱得更多 还要求对方 为自己付出更多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 共同的问题啊 刚才两位老师都先说女生 我先来说说男生啊 你当时是因为游戏 跟他在一起的吧 是啊 也是因为觉得他游戏打得好 能陪你一起玩游戏是吧 当时是这么想的 是吧 所以啊 你追我的时候 你要求我陪你打游戏 把我追到手了 你又嫌弃我玩游戏 你追我的时候 你觉得我 哎呦 天真无邪 小鸟依人 追到手了又嫌弃我 黏人幼稚 无理取闹 凭什么你要我变 我就必须要变成 你要的那个样子呢 接下来说女生的问题 女孩子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度 游戏可以 当成你的兴趣爱好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兴趣爱好 当成了你整个人生 那你的人生就完了 还有一点 你说他不照顾你 你说你生理期他都 不给你滴杯红糖水啊 什么之类的 您的时间都去跟男网友聊天去了 他怎么照顾你啊 而且我其实有一个观点 就一直觉得 女生老是嚷嚷说 哎呦 我跟生理期 男生不照顾我 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 对不对啊 我们这就有啊 自己冲一杯喝啊 女生就要独立起来 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活出自己该有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现在开始我觉得 你应该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了 适可而止 适度就好 好吧 好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沙大老师 不要别人照顾他 来 听音图里老师怎么说 来 图里老师 玩了这么多年游戏 能够为了你从另外一个城市 到你所在城市 也就只剩他一个了 我相信你跟你的那些 所谓线上的朋友 没有所谓的男女之间的问题 也只是游戏的玩伴而已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个男生为了你 到了你这个城市来 他算是为爱情做出了点什么 对吧 你做了什么 你什么也没做嘛 你就找了个陪恋来 一个不用搭理他的陪恋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在这份爱情当中 你是没有付出多少 你准备改变吗 我准备改变 你准备怎么改变 我还是不能立马说 你只需要走出第一步 就是把电源线拔了 把机子关掉 你就迫不得已地走出来 如果你不能 那我只能说 他能为你远走他乡 你为他 连下楼关机都做不到 其实你没有那么爱 所以你要思考清楚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我给男生的提示特别简单 与其在这抱怨他 指责他 不如你用爱的方式 把他往上拉 如果你真爱他 女生 如果你不想把一个你爱的人 也往下坠 也往下坠 至少你能感受到 你的生活没有他向上 我们不说对错 你没他向上 没他积极 在更多人的眼光里面 他是积极的 那么好 麻烦你做改变 不要再指责彼此了 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 最后你们爱恋爱谈的 变成公鸡了 这哪里是爱 再谈下去就成仇人了 好了 下面的问题你们自己考量 我们一起进入 心情60秒 其实我知道 我现在生活就是挺不好的 我也 其实我挺厌绝这样的生活了 只是有的时候 我感觉现实挺残酷的 其实在一起一年了 我觉得你挺理解我的 我以后也会改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这么不容易 我们是网恋 我真的希望 以后我们能好好地在一起 我是确实是想好好在一起 但是这个问题 你没有站在我的位置考虑过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等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们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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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